身经百战的包租公也受骗 对 这位是严先生 因为他自己已经有买卖过房子好几次了 所以经验其实也还蛮丰富的 是个当地小有名气的包租公 还小有名气 对 因为他后来看上了一间基隆的房子 他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他也跟当地的一个蛮知名的房纵品牌的业者 去买了这间房子 因为刚好就说 我觉得他运气也不是特别好 刚好就说这个物件 它是属于实价登陆的一个空窗期 所以一方面屋主想要卖的比较贵 然后房纵业者也没有诚实告知 所以到最后这位严先生 一方面他房子买贵了 买贵之后他居然还发现说 他的房子居然是海沙屋 他怎么发现的 他应该也是找人去验屋住此类的 后来他发现他是海沙屋 所以他一气之下他就去告 买钱真的就要验了 就是包括后来他还跟前屋主是求偿 求偿金额当然没有特别多 因为我在猜他的总价 因为是在基隆 我在猜他的总价也不是特别高 所以他求偿的金额是29万 29万能够弥补吗 如果他的总价不是特别多的话 他可能觉得稍微也还好 你看大家来看看 装修后真的很漂亮 很令人动心对不对 可是这个海沙屋这个事情大条 29万可以搞定吗教授 不可能吧 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就毁约 这个交易就当没发生 可以吗 现行的法令可以吗 海沙屋有这样子的一个 毁约的困难度比较高 那我卖方我给你负责到修缮完成 海沙屋要怎么修缮 事实上还是有可能 我们来讲海沙屋 刚刚我讲到 那海沙屋基本上不是说 真的会对结构会有影响 但是你在包覆钢筋的过程当中 你这个沙子 沙子假如没有洗干净的话 它的氯离子的含量在里面 那就很容易爆金 爆金破裂之后 那开始比如说雨水进来 那它就开始热状暖锁 系数就变大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漏水 什么有什么 就变围柔了 就很多 那问题就是 你的钢筋慢慢的腐蚀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假如把它包覆得好的话 还是可以的啦 还是可以的 但是假如不是主结构 那海沙屋什么时候盖的最多呢 我跟观众讲一下 在我们景气 不动产景气很热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多的建材不够 什么时候最热 我们台湾的不动产市场 哪一段期间最热 民国七十几年之间最热 对啊 1980年 就三几年老公寓嘛 最热 差不多嘛 那最热 那个时候你建材不够 那大家都去采海沙 那不只是民宅 公共工程 学校 机关等等 都有很多这种 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的海沙屋 那观众朋友在买的时候 这个十点 盖的房子 就是那个三十六年老公寓 类似那个时间点 YouTube 请搜寻好方网 手机用户 请点影片下方的订阅钮哦 订阅之后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哦 记得一定要订阅好方网 YouTube频道哦 订阅好方网YouTube频道 就能收到最新通知